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0月6日,今天想說一下關於資產方面,因為蒙面法和資產的關係 蒙面法是用緊急法去推的,緊急法是可以凍結你的資產 這個是非常有違基本法的,緊急法不是基本法的組件 所以呢,你動用到這個Emergency Act,應該大力和他推上國際這件事 就算他是拆佬試沙煲,即是試水溫 都是一定要不斷地說這件事,這個是最重點中的重點 當然啦,我們都知道,現在已經有很多錢轉了去新加坡的了,有300億 其實這些資金都一直在走著走著走著 這個美國那邊的Congressman都說了的了 那所以其實就是,這個個人財產方面呢,大家是,除了現金之外呢 啊,就開始極恐怖了,現在 即是一直來講都說,反送中條例就是為了,拿回貪官的錢 那但是呢,那你說不是,就是他搞有錢人各樣的 喂,QG不會搞到你什麼,又是那個 那所以這條緊急法其實跟送中那條條例一樣的 都是非常邪惡的一條條例 總之他用了緊急法呢,就大家無論如何啊 都一定要英文又英文,中文又中文,周圍去講這件事的 那當然啦,也都很多人已經去排隊,那就拿錢的了 啊,那陳茂波走過來說,辟謠啊,金管局那些在那裏說 絕對不會做外匯管制啊,各樣,是他不做 去凍結你的資產而已嘛 還有啊,之前都說不會用緊急法啊,這樣那樣,那樣 你現在都是用緊急法去推這條條例 即是林鄭月娥在做這件事的 那所以是不可以讓他走掉的,這件事要講完又講 那還有,做完所有的文宣這件事是非常爭議性啊 其實反蒙面法這件事,基本上 遊行的時候是要講他動用到緊急法這件事 才是最不跟程序走的一件事 這個是最無可恕的,最... 就是...惡冠滿盈啊 這條窮凶極惡的法例呢 之前那集講過了,即是你是普通法裡面的一條而已嘛 你在那裡抄抄抄抄抄抄 那但是找完找到一條殖民地時代的那條窮 跟著走來 用來強推 那但是這件事是bleach了 即是有違了所有基本法裡面那些什麼人權保障啊 各樣因為他喜歡怎樣就怎樣的了 那當然是不可以讓他亂來啦 五大訴求他都沒搞定啊,無緣無故就弄這樣的東西 即是...這個老信話頭 隱見舊貧,成新鬼,路向刀寵,覓小善 這個惡婆娘 沒有想過做好事的 即是...極度可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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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緊急地拍一條關於緊急法的 好,那今天就... 對啦,我想看一下還有沒有些... 即是如果你是法律界的人士 看一下有沒有些法律方面的觀點 再講一講,大家交流一下 對啦,好,今天就這樣 左一定要... 左閆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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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閆邊 左閆邊 左閆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